hello大家好,我是人民,今天来给大家盘点一下世界上最赚钱的十位导演都有谁 世界上最优秀的十位导演又是谁,以及电影专业的学生最常看的十部电影是什么 首先世界上最赚钱的导演第十名,乔恩费如 这个名字大家可能没听过,但这个长相相信大家都会很面熟 因为他是个客串大魔王,老有记里有他,小谢尔顿里有他,曼达罗人里有他 还有像钢铁侠,蜘蛛侠,付出者联盟,华尔街之狼等等 当然他真正的身份是一个大导演,主要是靠2008年的钢铁侠一战成名 然后就有了后来的钢铁侠2,19年的狮子王,还有美剧小谢尔顿曼达罗人等都是他导演的作品 他的累计总票房截至2020年43亿美元 其中票房最高的电影是19年版的狮子王,高达16.5亿美元,也是影史上票房第六的电影 第九名提姆波顿,呈性格孤僻,喜欢怪异暗黑的东西 所以他的电影像蝙蝠侠,剪刀手,爱德华,僵尸新娘,离发是陶德 爱丽丝梦游仙境,大鱼等等都是充满奇幻想象带有黑暗风格 看看他画的这些画,简直标准的鬼才类型 截至2020年的总票房为44亿美元 其中票房最高的电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高达10.2亿美元 第八名,GG·埃布拉姆斯,他的主要导演作品包括《蝶中蝶3》《星际迷航》《星球大战》《原力觉醒》等 累计总票房高达46亿美元,主要是靠15年的《星球大战》《原力觉醒》 票房高达20.6亿美元,是全球票房排名第四的电影 第七名,克里斯托弗·洛兰,洛兰可能是大家最熟悉的导演了 估计他的每部电影大家都看过 《鸡碎片》《蝙蝠侠》《黑暗骑士》《盗梦空间》《星际穿越》等 没想到只排第七,他的总票房为50亿美元 其中票房最高的电影是《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高达10.8亿美元 不过洛兰是这十位里面最年轻的导演,他还有大把机会超车 第六名,达威耶茨,这也是一个英国导演,他的总票房是60亿美元 主要作品包括《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与《混血王子》、《哈利波特与死亡盛气》等 其中票房最高的电影是《哈利波特与死亡盛气夏》高达13.4亿美元 第五名,詹姆斯·卡梅隆 影史上票房第一的电影是《阿凡达》28.4亿美元 票房第三的电影是《泰坦尼克号》22亿美元 光后这两部电影票房就能打进前十了 他导演的其他电影还有《终结者一行二》等 但是最终也只排到第五,里几种票房63亿美元 可见排在他前面的四位导演有多么强大 好,我们接着来看第四位《迈克尔贝》 这又是一个大家没怎么听过的名字 但是他导演的电影你一定看过 《绝地战警》《勇闯多命岛》《逃出克隆岛》《珍珠港》等等 还有最细今的《变形金刚》系列 他目前的总票房是64亿美元 其中票房最高的电影是《变形金刚3》高达11.2亿美元 第三名,彼得·杰克逊 他主要是靠两大系列进入前三 《指环王》系列和《货币特人》系列 彼得·杰克逊的累计总票房是65亿美元 其中票房最高的电影是《指环王》《王者归来》11.4亿美元 第二名,罗素兄弟,安东尼罗素和约瑟夫罗素果然是人多力量大 因为他俩一般是一起执导 所以通常把他俩放一起算 他俩本来是拍电视剧的代表作 是一部非常好看的情景喜剧发展兽组 被《时代》杂志评为100部最伟大剧集之一 此外说实话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作品 直到2014年他俩执导了美国队长2酷寒战士 漫威发现A还不错 于是让他们继续执导了美队3、复联3、复联4等 光这次部电影的票房加起来就有67亿美元了 尤其《复联4》是影史票房第二高达28亿美元 《复联3》影史票房第五高达21亿美元 最后第一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猜到 他就是大家熟知的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 他的累计总票房高达105亿美元 其中票房最高的电影是《朱罗纪公园》10.3亿美元 其他的电影像《拯救大兵瑞恩少数派报告》 《猫鼠游戏》 《辛德德的名单》《投奥玩家》等等 大家早已耳熟冷详了 他之所以能够排第一 除了确实实力过人之外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 他是这十位导演中年龄最大的 洛兰才5岁的时候 他就已经排出《大白杀》了 那么问题来的 赚钱能力最强的商业片导演 是否同时就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导演呢 我们来看看重合的有几位导演 在专业电影艺术上 通常被认为最优秀的十位导演有 第十位弗朗西斯·科巴拉代表作《教父三部曲》 《现代启示录》等 科巴拉是20世纪美国新浪潮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 引领并推动了好莱坞电影的发展 第九位《让雷洛阿》 法国著名导演代表作《大幻影》 游戏的规则《逃兵》等 他也被认为是世界电影史上最重要的电影导演之一 横跨了无声电影、有声电影 黑白电影与彩色电影等不同阶段 第八位《印格马伯格曼》 瑞典著名导演代表作《野草莓》 芬妮与亚历山大 霍寒与细雨等 他被认为是近代电影史上最伟大 且最具影响力的导演之一 影响了《武蒂·艾伦》 库布里克、塔克夫斯基等众多电影导演 第七位《菲德里克·菲里尼》 意大利著名导演、演员以及作家 代表作有《八部半》、《大陆》等 他也被认为是20世纪影响力最广泛的导演之一 比如《武蒂·艾伦》、大卫林奇 库布里克、马丁斯克塞斯、提姆·博德等 都受他影响 第六位《安德烈·塔克夫斯基》 俄国著名导演 代表作有《牺牲镜子》、《乡丑》、《义万的童年》等 他被认为是世界电影史上最重要 且最有影响力的导演之一 第五位《黑泽民》、日本著名导演 代表作有《罗生门》、《七五世大彪客》等 被称为是电影天皇、斯皮尔伯格·科巴拉等 众多好莱坞导演都是他的粉丝 第四位《西区科科》、英国著名导演 代表作有《青魂记》、《迷魂记》、《后创西北篇》、《北》等 经常被媒体评为影史最佳导演第一名 第三位《斯坦利·库布里克》、美国著名导演 代表作有《2001太空漫游》、《发条城》、《闪灵》等 他被诱为全能型天才影响了许多导演 包括基本上好莱坞大多数顶级导演 尤其像诺兰、大卫·芬奇、提音波顿、大卫·林奇等导演 最主要的影响都来自库布里克 第二位《奥森·威尔斯》、美国著名导演 代表作有《顾米·凯恩》、凯撒等 奥森·威尔斯推动的电影艺术的发展 被哥达尔、特里夫等众多电影大师视为灵感来源 第一位《吕克·戈达尔》、法国著名导演 代表作有《精疲力尽》、《狂人批埃罗》、《随心所欲》等 特里夫曾这样评价到 世界电影时可以分为戈达尔之前和戈达尔之后 戈达尔目前仍在世纪已经91岁 所以他排第二,没人敢排第一 如果是资深电影爱好者或者电影专业的学生看到这里 估计都要笑了 或者他们应该不会看到这里 不同的导演风格不同、时代不同 像查理、卓贝林、约翰、福特、安森斯坦、比利华尔德等等 都是对电影艺术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导演 这个列表只是综合世界各大影视媒体的榜单 给大家一个存娱乐像的参考 那么电影专业的学生一般最常看的电影都有哪些呢 第十部《城市之光》 1931年卓贝林自导自演的电影 第九部《毕业生》 1967年迈克尼克尔斯导演的电影 第八部《2001太空漫游》 1968年库布里克导演的电影 第七部《教父》 1972年科布拉导演的电影 第六部《惊魂记》 1960年西区科科导演的电影 第五部《愤怒的公牛》 1980年马丁斯克塞斯导演的电影 第四部《投自行车的人》 1948年迪西加导演的电影 第三部《七五世》 1954年黑泽民导演的电影 第二部《精疲力尽》 1960年戈达尔导演的电影 第一部《公明卡恩》 1940年奥森沃尔斯导演的电影 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些电影呢? 欢迎留言分享你们最喜欢的电影 我是任鸣 下期见